且说有两位男子,争着说一个抱小孩的妇人是自己的妻子,到底谁说的才是真话呢?这件事啊,让断案无数的清官也险些误判,这是怎么回的事呢? 话说在清朝康熙年间,江西总督于成龙奉旨巡行,经过江苏的镇江府,就在他要去拜见镇江知府的时候,在南城街上遇见了两个男人抢一个妻子的怪事。 街上一群小孩喊着,快去看,俩男的打架呢,女的哭得可伤心了,还抱着个小孩。 于大人一听,这有案子呀,跟旁边侍卫说,走,咱们也看看去。 往前走了不远,就看见一伙人围着两男一女,吵吵嚷嚷,哭哭啼啼,于大人就隔着人群,观察那两男一女。 一个男的是瘦高个儿,长方脸,三角眼,穿着一件半新的深色斧仇衫,三十上下,生硬地扯着一个女子。 这个女子二十几岁,五官端正,紫布衣卦,浅蓝色裙裤,完全是农村妇女的打扮。 她泪流满面,眼睛都哭红了,边哭边抚摸怀中的孩子,回头呢, 不断张望另外一个男子。 另外一个男子,三十多岁,黑黑的面孔,短蓝色裤褂,粗布斜袜,像个朴实憨厚的农民。 这农民呢,无可奈何擦着眼泪。 孩儿他妈,我们怎么办呢? 于大人一见,心中就纳闷了。 让那三人叫过来问话,官轿停在路边,侍卫走到人群,闪开闪开,于大人驾到,正在争吵的这三人,过来。 大家一听,于大人来了,一下闪开了条缝,让侍卫过去。 侍卫就把吵闹的三人带到了轿前。 于大人就问,抱娃娃的妇女,你为何啼哭,那两个男子是你何人呢? 女子擦了擦眼泪,禀大人,她是我丈夫,指了指这农民打扮的男人。 今天我们要去孩子外公家,不想在银链河清晰度口碰见了这个人。 于大人又看那瘦高个儿的,女子接着说,这男人,说我是他妻子。 瘦高个儿听到这儿,赶紧插话,大人,听小人讲几句,小人名叫洪昂,一年以前,我妻子不知叫谁给拐跑了,我到处寻找,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他,可是他起了外心,不愿意跟我回家,要和拐他的这个潘贵一块儿走。 那农民装束男人擦着眼泪,大人,我没拐骗过人,这镇江府老爷却盼我屋里,将我和妻子郑月桂赶出了衙门,让他,这个,跟我们素不相识的这个洪昂,把我妻子领走。 还没说完呢,洪昂就说,我妻子,潘贵就争辩啊,我妻子,我妻子,我妻子,哎,都别吵了,你们先别走。 余大人就站起来,等我问了镇江知府,再做分晓。 余大人呢,就来到了镇江府衙门,早有人通报了知府吴大人,吴大人盛装相迎,余大人,一路封尘辛苦了。 余大人笑了笑,有劳远迎,使不敢当。 俩人来到府中坐定了,余大人就说,吴大人,是才我在路上,碰到潘贵红昂争妻一事,大人可以定案了。 吴知府吃了一惊,啊,郑月桂是一个刁尖之女,大概应是红昂之妻。 且慢。 余大人不等吴知府说完,就打断。 判断案情,事关百姓财产,幸福和生命,不可有半点马虎,大概这种词,可不该是我被审案的态度啊。 一就是一,白就是白,不能含糊其词。 吴知府出了一身汗,这位是真要办这案子,还是要办我呀? 随后,吴大人就介绍了案情。 今天清晨,农民潘贵和他妻子郑月桂抱着刚生下不久的小孩,乘船到岳父家去。 郑月桂坐在船上,忽然孩子啼哭,郑月桂呢,就一边哄着孩子,一边解开衣扣,给孩子喂奶。 船到了清晰渡口,潘贵和郑月桂从船上下来,正要离去。 那个红王就跑过来,一把抓住郑月桂,就大喊,看你往哪儿跑,我找了你一年多。 你离开了我,不要自己的丈夫,跑去跟了这个泥腿子骗子,走,跟我回家。 潘贵吓一跳,你认错人了吧? 红王罩着潘贵脸上,呸,就醋了口唾沫,伸手揪住潘贵就骂。 你这骗子,一年前你拐走我老婆,今天可让我碰上了,冤家路窄啊,仇人相见,我可饶不了你。 说着就拳打脚踢,气得潘贵浑身都哆嗦,可他老实巴交的,一身的力气并不会打人,又不知怎么辩解。 正好,旁边有两个公差,镇江府衙门的,听到吵嚷就赶过来,吵什么?这里不能断是非,走,跟我们回衙门。 公差把红王潘贵、郑月贵带到了镇江府衙门,知府吴大人立刻升堂。 你们三人为何争吵啊? 潘贵就先说了,小的叫潘贵,和妻子郑月贵乘船到岳父家,来到清溪渡口,刚一下船,这男的就抓住我妻子,说是他妻子,还把我毒打一顿,求大人给我做主。 红王在旁边啊,就抢着说,我叫红王,一年以前,我妻子被人拐跑了,我到处寻找,不想今日就碰见他们俩了,是他拐走我妻子的,还耍赖玩雕,不肯放人,请大人叫他,还我老婆。 吴大人听两人申诉,觉得都有道理,怎么判断谁真谁假呀,谁是谁非呢? 于是又问郑月贵,你到底是谁的妻子? 郑月贵就说,我是潘贵的妻子。 红王赶紧磕个头,我娶了他过门不到一个月,他就跟我三心二意,原来是和这潘贵早就勾搭上了,今天故意装不认识我,大人,你可别上了他们当。 吴大人一听,也有道理啊,这郑月贵到底是谁妻子呀? 哎,当今世道,拐妻,骗子,常有的事儿啊,莫非这潘贵确实骗了红王之妻,今天被红王遇上了? 这样说来郑月贵的话就不能信了,他一定得向着潘贵呢。 你二人都说郑月贵是自己妻子,有何根据凭证? 吴大人一指潘贵,你说? 潘贵说,大人,郑月贵是我妻子,我们孩子都有了,还有什么证据? 吴大人一拍金堂木,此话无礼,你们既为夫妻,怎么能没证据呢? 他又问红王,你有什么评障? 红王就连连点头,有,有证据,他是我妻子,当然就有证据了。 我妻子右胸下边有一颗很大的黑质,这就是我的评证。 大人,你要不信,可以叫人查验。 吴大人一听,这么隐秘的事他都知道,要是真的,十有八九他说的就是真话,随即叫来官媒查验,果然,郑月贵右胸下有一颗黑质。 于是吴大人就判,根据凭证,郑月贵应是红王之妻,潘贵拐骗有夫之妇,实属可恶,重则三十大板,以尽效忧。 郑月贵应随红王归去,改邪归正,做贤妻良母。 郑月贵大吃一惊,不由得失声痛哭,连喊冤枉。 吴大人生气了,刁腹,再要撒野,本官判你重刑,来人,把他赶出去。 就这样,红王拖着哭哭啼啼的郑月贵,抱着孩子走出衙门,潘贵挨了打,脾开肉战。 浑身跟散了架一样,晾晾呛呛,一步一步去追赶他们俩。 于大人了解了案情,觉得疑点有点多,就跟吴知府说,吴大人,此案似有冤情,距离也显牵强。 吴知府听着,有些脸红,是,是,于大人必能查实此案,学生急送刑台,一审真伪。 俩大人一同来到刑台坐定,先提郑月贵到堂上。 郑月贵抱着孩子喊冤枉,于大人和颜悦色。 你要照实讲,哪个是你真正的丈夫? 潘贵,潘贵确实是我丈夫。 你以前可曾认识红昂,有无来往? 没有,从来不认识,更无来往。 于大人心中就想了,这个妇人并不认识红昂,从无来往。 这就怪了,红昂怎么会说出他右胸下那颗黑质的,而且经查验确实无误啊。 郑月贵擦了擦泪,怀里的孩子突然哭了起来,大概是饿了。 于大人猛抬头,恍然大悟。 郑月贵,你孩子饿了,就在大堂上给孩子喂奶吧。 你不要怕,老夫为你做主,一定不会冤屈你。 孩子也是越哭越厉害,郑月贵呢也是心急,顾不得体面了。 大人既然说了,稍微侧转身子,解开衣扣,撩起衣服,给孩子喂奶。 于大人扭头就看吴大人。 很明显吴大人也看到了郑月贵右胸下有颗黑质。 等郑月贵喂完了奶,于大人就问,郑月贵,你在哪里遇到的红王? 郑月贵想了想,我在船上遇见他,好像就坐在我对面,一下船就揪着我不放,还打我丈夫。 你在船上可曾给孩子喂过奶? 郑月贵看了看怀中的孩子,上船以后不久,小孩害怕就哭了,我哄他他还哭,我只好给他喂点奶。 对对对,就是这个红王,坐在我对面,贼没疏眼地瞧我。 嗯,你今年多大,你父母姓什么,叫什么,家住在哪里,一一说来我听。 于大人问清楚以后,又提审潘贵。 潘贵说的和郑月贵一样,然后又提审红王。 红王,你说他是你的妻子,他多大年岁,父母姓名,他家住哪里,一一讲来。 红王啊,吞吞吐吐,胡编乱造,和郑月贵说的一点也对不上号。 正在这时,有个衙役回来禀告,是派去了解情况的。 禀大人,清晰一带,确实有个红王,他是个为非作歹的流氓。 于大人大喝一声,红王大胆,无故妄图征战人妻,有自强辩,实在可恨,来人。 众打四十,发配塞北边外冲军。 潘贵和郑月贵双双跪下给于大人磕头。 这个故事啊,改编自清代其暗路。 红王的行为,着实可恨,但这吴大人审案啊,也是堪忧。 凭一个黑制,也许能做个依据,但是就此结案,实在是荒唐。 幸亏有个上官于大人路过,为百姓着想,认真审理。 不然呢,这对夫妻就不得申冤了。 好,今天的故事呢,我就给您说到这儿,明儿个呀,咱们再说个有意思的。